在道教生地武当山 八位少年开始离断难忘的学艺之旅 福尘如何称为道家的奇门兵器 太极推手为何能够实战防身 拜访老道长 孩子们收获了怎样的感动与泪水 远方的家暑期特别节目 暑假去游学第20集 学艺武当山正在播出 远方的家暑期特别节目 暑假去游学 来到了著名的道教圣地武当山 远方的家北纬30度中国行 和百山百川行系列节目 曾先后两次造访过武当山 对这里进行了详细的拍摄 我们设置组这次来到武当山 就是要带孩子们学习武当武术 了解道家的生活 让他们拥有一次 与众不同的假期体验 我们的第一站来到的是 武当山脚下的玉须宫 这八个孩子就是参加游学的小朋友 他们都来自武当山本地的小学 这里是他们经常来玩耍的地方 不过与以往不同的是 因为大家要学功夫 所以看到武馆的学员们练功的时候 孩子们都显得格外认真 武当功夫名扬天下 在中国素有 北重少林难尊武当的说法 他不仅有很强的观赏性 而且还能养生健身 如今武当功夫 早已经飞升海内外 每年来这里学武术的外国朋友 都有几万人 你们好 你们好 刚刚我们在台下看的时候 就我觉得你们的表演 真的非常的震撼 小朋友你们觉得呢 好 给他们鼓鼓掌好不好 真的好棒 其实刚刚在武术表演的时候 还有一个节目 特别的让我感兴趣 就是这个 你看 考你们这个叫什么 扶沉 给大家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吧 这谁是扶沉 扶沉能上是道家骑门兵器 相对于刀剑这些常见的兵器来说 大家对扶沉格外感兴趣 我们也讲在近距离地感受一下 道家的骑门兵器 究竟威力如何 在空中发出那个丝丝的声音 你们听到了吗 听到了 觉得这个声音跟其他 刚刚那个刀的声音是不一样的 你们有什么问题吗 全罗辉 这个声音是怎么发出来的 这种声音是软兵器的这个速度 达到电磁路之后 引起了那种震动 它就会发出 这种声音 毛家伟来武当山学武已经有三年的时间 他告诉孩子们 因为扶沉他只练习了半年左右 所以一些更深奥的问题 还是请他的师傅来给大家讲解 这位老师名叫袁修刚 是武当三丰牌第十五代武术传人 同时也是这家武館的馆长 他在这里收徒教学 已经有十一年的时间 老师这个佛城有什么传说 老子你知道吗 知道 老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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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坐骑是什么你知道吗 他不是骑牛吗 牛啊 骑的是牛 知道吗 别人骑马他骑牛 然后这个出家人的 呃 慈悲为怀嘛 一般他就 呃 不杀生 啊 所以说一般这个有蚊虫啊 那样他杆一杆 刷刷杆一杆 啊 就是起到这样一个作用 就慢慢演变成这么一个兵器 知道吗 除了俯城之外 到家的另外一种骑门兵器 方便产 其实也是非常实用的 过去出家人云游四方 遇到桥不好 或者路不平的时候 就用方便产来铺路修桥 这样既是积累功德 同时也是到家 修行的一种方式 为了让孩子们对练舞的基本功 有一个初步的认识 袁老师让王能榜先表演一段 武当武术的基本拳法给大家看 王能榜今年十三岁 和参加游学的孩子们年龄相仿 他每天练舞的时间一般是八九个小时 经过三年的时间 打下了很扎实的基础 王能榜的功夫展示不仅十分精彩 更让大家由衷的佩服 我们也很好奇 平时他都是怎么练功的 太棒了 你们除了皮擦之外 还有哪个基本功 踢马步 公步 踢腿 马步 公步 踢腿 对吧 那蹲马步的话 你一般能蹲多长时间 八九分钟 八九分钟 蹲马步其实动作很简单 学武都知道就是这样蹲马步 是吧 很酸 八九分钟 要不要带着他们一起来试一试 好不好 你作为他们的老师 好吧 来 你们每个人现在分散 原本刚开始蹲马步的时候 孩子们还很轻松 但几分钟过去后 他们的动作都开始变形 表情也很痛苦 教练说 如果实在不行 可以举手失忆 表示退出 但是大家发现身边的小伙伴都在坚持 就互相鼓励 一定不能青年放弃 马步是练习武术最基本的装部 因此有入门先斩四年装 要学打先扎马的说法 练习蹲马步 不仅能锻炼平衡能力 让下盘稳固 而且能够增强耐力 磨练意志 这就是武术界所说的 内练精气神 外练筋骨皮 五 四 三 二 一 给自己鼓掌 刚刚在练的时候 刚开始没有感觉 但蹲下去的时候 你会觉得后面时间越久 就觉得越酸 起来的时候 长时间老实在 他变得不动的话 他肌肉平时 我就感觉 我刚刚起来的一瞬间的时候 两个腿好像就没有知觉 然后再一抖的话 就发现很酸 一开始的时候 你觉得对他们来讲 需要哪些要求呢 就是一开始 他们要学的就是马步 步法 就是手法 这是他们经常要 必须得要练的 因为所有的套路 都有这几个步法 把这个几个步 步法练好了 然后再去 练好之后 他那个 就练那些 套路这些步法 就不用再跟他说那么多了 经过短暂的休息后 我们也准备开始学习 真正的武当功夫 孩子们的积极性都很高 大家都想展示一下 自己学过的武术基础 王宇轩今年11岁 周一北今年13岁 他们学习武术 已经有六年的时间 两个人打的都是小红拳 这种拳法 是初学者适合练习的传统基本套路 刘老师 刚刚王宇轩打的也是小红拳 周一北打的也是 你给评价评价 过来 周一北 你登个公布 王宇轩 你过来 来 来 老师你给他们指导指导 公布退长 公布退长 把张推进去 推远一点 你知道吗 当教练在跟你说的时候 一定要听 所以现在的公布就登好了 这个公布就登标准了 经过了袁老师的指点 王宇轩和周一北 也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因为他们俩有一定的武术基础 所以在学习功夫的时候 老师对他们的要求 也会更加严格 你练功的人一定有劲 看到 精气神是不是 老师 听明白了吗 下次不论是上文化课 还是这些武术课 都要认真听讲 好吗 有认真 给他们鼓鼓掌 好 那袁老师 刚刚你也给他们 稍微点评了一下 接下来 你今天要带他们 学一点什么东西 今天是这样的 我觉得他们都有一些基础 这些基础 我们来 把它分成两组 两组的 然后我们把它分开 用两个教练来带他们 然后带他们练了 练一段时间以后 我们在最后呢 再来做一个比较 在武术基础上面 看有没有长进 然后在演练水平上面 这个经济神上面 有没有提升 学不研 你们有没有信心 有 给自己鼓掌好不好 这位师傅名叫蔡赵 来武当山学武已经有八年的时间 他带领王雨轩 沈和平 雄雨昕 吴一凡开始学习 玄真拳 玄真拳 是武当的那家拳 他的拳法 以腿弓为主 动作朴实无华 是相对来说 比较容易学习 和训练的一套拳法 只要是在武馆学习 无论男女 要求都同样很高 一对一的教学 让兄女心有些紧张 本来刚学会的动作 也开始做错 蔡教练在纠正错误的 同时也告诉他 要适当的放松 走 走 退步 对了 走 刚才怎么吐舌头 最后完成的时候 发现到这个有个细节 为什么呀 当然心里怎么想的 太紧张了 一时加门懵了 过一段时间 要是明天再看的话 再把这个动作 再熟练 从归来说 还是可以 知道吗 再把肩膀放松点 知道吗 还要教育训练 行剑雄来到武当山学武 已经有七年的时间 他带领周一北 陈隆辉 以及承子欣 承子怡两姐妹 开始学习武当基本拳 相对于第一组的小伙伴来说 这套基本拳 还要更简单一些 不过教练的要求 却很严格 动作首先要做到位 手眼之间要互相配合 细节的部分不能偷懒 最重要的就是 打出气势 周一北是这个小组中 表现的最好的 因为有武术基础 所以对动作领悟的比较快 在出拳的时候 也是力道很足 但是在细节方面 做的还不够好 不错 不错啊 老师您评价一下 刚开始那一下 精气绳特别足到位了 所以看到这边 感觉就是很好 那他练的时候有没有什么问题呢 练的时候就是一个提膝 没有提稳 提膝是吧 提膝的时候稳定不够 老师晃在那 左右晃 对 你这个脚一定要绷直 他就会控制住 控制住 对不对 然后钻住 不能眼睛到处看 对不对 眼睛不能到处看 眼睛盯住一个地方 对 盯着一个地方 不能乱动 人站直 人往前寒一点 脚面要绷直 然后看着一个点 看稳了 不要动 对 因为第二天要验收大家的训练成果 所以两组队员们也在暗中较劲 我们也期待孩子们都能够有一个精彩的表现 太极推手 为何能够实战防身 分组考核 孩子们有怎样的表现 远方的家暑期特别节目 暑假去游学 第二十集 学艺武当山 正在播出 第二天上午 我们如约来到了玉须光 因为要对孩子们学习的全法进行考核 所以大家不免都显得有些紧张 没想到在比武之前 袁老师还要再给大家上一堂武术课 在武当山 太极拳可以说是家喻户孝 为了让孩子们能够更好地理解 蔡兆和邢建雄两位教练 给大家演练一下 二十八式太极拳中的一段 袁老师介绍说 现在通常将武当太极拳分为十三式 二十八式和一百零八式三种 太极拳是集武术和养身为一体的精妙拳法 它讲究以静制动 以柔克刚 有着四两拨千斤和后发制人等特点 两位教练打的这套太极拳柔中带刚 外表看似波澜不惊 实则暗藏玄机 在炎热的夏日能够近距离地观赏太极拳 好像整个人也跟着静了下来 甚至会有一丝清凉的感觉 袁老师告诉我们 想要学习太极拳 首先要掌握次去口诀 就是在练的时候可能跟他们讲有点复杂 就是蓄力顶尽 就是一种往上引领的那么一种力量 然后第二个就是这么的寒凶八倍 所以我们平常使的小孩在学习过程之中 可能或者说呼吸比较短 然后这个肺口量就慢慢就会渐弱 那这个横凶宝贝 就是让他们在练习的过程之中 和这个呼吸要调到这个息息归根 要走到淡田里 然后第三个什么呢 要这个层肩对走 也担拳的时候我们也成为抬手 抬手 你们在手的各间帮都是分不开的 第四个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要踏挂练臀 就是跨里要收一点点 收一点点 收到我们下蹲的时候 它这个往下一沉 它能去啊 又沉淡田里去 然后再复发稳健 在那个脚下伸根 这四季口诀还这么理解起来有些困难 袁老师就结合具体的动作来给大家讲解 身体要做正的时候 很正的时候 手里 这个手里也是要抱阴阳的 你看 你看这个穿画的时候 这个穿的这个 先看手法 由下而上再下一个圈 这个是由下而上再下一个圈 这是手法 手法里面正好它这个圈 两个圈里在交叉的时候 这就阴阳 混圆 太极拳讲究的是手眼身法之间相互的配合 对初学者来说 体会动作变化的细节尤其重要 因为太极拳的每一个动作 都蕴含着很多深奥的哲理 对于孩子们来说单纯的学习动作或许并不困难 但太极拳的精妙之处却很难掌握 袁老师建议大家可以先从太极推手开始去尝试理解太极拳 太极推手是武当功夫里面很有特色的一种训练方式 这种双人徒手的对抗练习 延续到现在已经有三百多年历史 他讲究的是借力打力 四两拨千斤 在谈笑风声之间 寻找功与手的平衡 可以说是对道家哲学的一种很好的诠释 王雨萱在学习推手的时候站得比较稳 但是对于动作的要领还是没有掌握 腰部的力量不知道该怎么用 走 让我推你 腰要转了 你呢 你推我 你先推我 腰要跨一样 走 跨和腰都要一起动 我推你在动 我不推你 你身体也要带一下 教练不断的提示他 要随着手部力量的变化 而相应的去调整腰部的力量 两者之间需要互相配合 才能将动作慢慢的熟练运用 所以这个走势要挂掉 你现在你来使劲 你使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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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使劲为大 你就跑 所以要走势一样动腰 你不动腰的话 你要是你不动腰 你不动腰我就一推你才知道 王雨萱在练的过程当中什么感觉 觉得很舒服 刚开始练的时候 老师不是一直在推你吗 我看你一开始就觉得很疼 一开始觉得很别扭 怎么别扭呢 腰转不动 老师觉得呢 蔡老师 刚开始他是不知道怎么去动腰 到后面一用力他就知道断腰 一用力他就知道断腰 不光是通过手的力量 还通过腰的扭动来化力 太极推手不仅能够强身借体 由他演化二大的很多动作都可以运营到实战当中 太极拳的动作 你看别人进攻的时候 拳头一打过来 手一划 这个手从这边起来 你看一划 然后这个往前一推 它就出去了 然后力气还挺大的 你看这个拳头打不来 你看一划 可以就出去了 你把手划开以后 这个手从这里推出去 很简单吧 太极推手讲究的是划力 在实际的攻防演练中 同样需要先将对方的力量划解开 然后再进行还击 袁老师告诉大家 在游手转弓的时候 注意需要上前一步 这样不仅可以让自己的重心更稳 而且可以缩短进攻的距离 更有效地击打对方 相对于复杂的太极推手 这些简单易学的防身技巧 让大家更感兴趣 迫不及待地想要尝试一下 使劲的 你不要去抓他拳头 不要去抓他拳头 知道吗 你看他拳头打过来 你看 不要去抓他拳头 这样打过来 一划掉就可以了 知道吧 转成哪个地方 你看不是转的拳头 在这里 再来试试 快点 你来吧 不是这样 我感觉熊女生刚刚没有上前一步 所以推的时候 我感觉整个人的重心也都往前倒了 不把站好吗 不把站好吗 好 赶快上右步啊 上右步推 是这个意思吧 是这个意思 这些攻防演练的招式 其实都是对太极推手的一种演化 讲究的都是避时就须 切力打力 在观察对方的意图之后 采用比较巧妙的方式 将自己的手势转化为进攻 从而占据主动的优势 一下子讲了这么多太极拳的知识 孩子们也需要慢慢的消化 才能逐渐的去领略武当功夫的奥秘 接下来 就是对两个小组的训练情况 进行考察的环节 虽然天气有些闷热 但是大家丝毫没有疲惫的感觉 孩子们利用休息的时间 都在复习前一天的拳法招式 大家摩拳擦掌 准备迎接最后的考核 第一组的孩子们 刚开始的气势就咄咄逼人 出拳的动作也是刚进游力 不过令大家没有想到的是 原本已经记得很熟练的动作 却出现了问题 站在第二排的陈龙辉 出现了两次严重的失误 对整个小组的表现 产生了很大影响 第二组的同学们 并没有受到干扰 在王雨萱的带领下 他们的口号十分响亮 整套拳打下来 动作也是一气呵成 虽然表演的时间比较短 但是给大家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就位 袁老师 那您为两组小朋友刚刚的展示 做一个评价好不好 其实这两组都练得很不错 因为它就是短时间学习动作 还是有无数几组 然后要我来看的话 这一组 周一百这一组 动作还是有规范一些 所以您觉得他们组个考 是 我觉得这一组练得还是比较好一些 其实我觉得通过这样的方式 并不是真正的想让孩子们 分出一个胜负 而是在此过程当中 孩子们学习了拳法 锻炼了身体 也磨砺了意识 同时他们也在将 传统的武当武术 传承下去 感谢你们 拜访老道长 孩子们收获了怎样的感动于泪水 我已经 已经忘记我 我不会再跟他 偶尽 武当山上挖野菜 是什么样的味道 让大家印象深刻 好苦啊 真的比苦瓜的味道还要苦 远方的家暑期特别节目 暑假去游学 第二十集 学艺武当山 正在播出 远方的家暑假去游学设置组 继续在武当山的行程 三年前 我们曾经采访过一位 住在太子洞的老道长 人们都尊称他为贾爷 为了让孩子们 能够更多的了解 道家的生活 我们准备去再次拜访 这位老道长 周春燕是武当山的名导游 他也经常来看望这位老道长 平时来的时候都做些什么的 平时来的话 他会给贾爷带一些菜 吃了一些蔬菜 豆腐之类的 然后给他炒炒菜 然后帮他打打打打打卫生 你们看到贾爷之后 有什么想说的 王雨萱 你们天休闲做了什么事 做什么事 我干什么都得休息 你们来我跟你们交流 也得休息 我们一举一动 一举一举一言一训 都得休息 老道长告诉孩子们 他是一九八四年来到武当山的 原本他在紫霄宫修行 后来道教协会派他来看护太子洞 至今已经有二十一年的时间 平时经常有人慕名而来 无论是工作中的琐事 还是生活中的烦恼 老人家都愿意耐心地开导他们 大家也都把他当作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其实来的时候他们跟我说 他们特别好奇 您住在山洞里 山洞里是个什么样子的 其实我也挺好奇的 贾燕能不能带他们转一转 好 先点 你们先点可以看看 好 贾燕 来 我扶着贾燕 慢慢 慢慢 一个一个这么 改成这样 现在也能改成 这里面一进来的时候 我感觉到温度 非常的凉快 很阴凉 贾燕 山洞里面是不是冬暖夏凉 对 跟着过 这是做什么的 接水 我们看就 岩壁上都是湿漉漉的 这些水都是从哪来的 贾燕 这些水 刚才 下雨了 它从水里的孔 哦 石缝里面 滴出来的 我注意到 这儿还有这个 小水池 贾燕 这是做什么的 这是弄筋 弄筋的 放水 这做什么用的 打水喝的是吧 这就是沉水的 平时看的都是用水桶 塑料桶 但这个就只有石头凿出来的 这样一个 它天然的接水 小朋友们 那你们有什么问题吗 对贾燕住的这个地方 陈龙辉 有什么问题吗 大爷 你晚上睡这里冷吗 不能 等暖暖暖 冬暖夏凉 山洞里面都是 现在因为外头很热 大概温度能有30度了 但里面的话 我估计只有20度 相当不到20度 不到20度 十几度啊 最高15度 大家看到太子洞的环境后 都很惊讶 没想到老道长住在山洞里 身体还能这么好 孩子们说 以前总觉得 道家的修行很神秘 原来和他们想象中的 并不一样 其实老道长的生活很简单 在远离喧嚣的太子洞 每天喝自然的泉水 有时吃山上的野菜 不但自己保持乐观的心态 同时还告诉身边的人 要互相理解 互相包容 其实这样的生活方式 对天人合一的道家哲学 也是一种很好的诠释 经过一番交流之后 大家都觉得这位老道长 特别的亲切 就像自己的爷爷一样 老人家也告诉孩子们 如果在生活中 有什么想不通的地方 都可以问他 假爷 我烤饭了回去 爸妈骂我 我心里不高兴怎么办 你心里为什么会不高兴啊 爸爸妈妈是要求你 成菜 你成菜了 那做好 你成菜了你还不高兴 爸爸妈妈你 你什么你最高兴啊 你什么你最高兴啊 家人的意思是有时候 爸妈妈骂你是为你好 爸妈妈骂你是为你好 爸妈妈骂你成菜 怨父出好子 怨死出好兔 父母骂你 父母要对你怨一点 他是想自己的孩子 找一点成菜 你成菜了 我们不要怨疑妈妈对我们不好 爸爸妈妈对你好了 你今后成都菜了 成都娘了 多伪大多光明 懂了 你懂什么了 爸爸妈妈骂我们 说对我们好 想让我们长大成才 那以后他们说 你还会不会不高兴啊 老道长说 孩子们其实都很可爱 在这个年龄阶段 有时候贪玩是正常的 但是需要先把功课完成 平时注意劳逸结合 能够把点滴的事情做好 其实也是很不容易的 这在生活当中 也算是一种修行 老道长一番语中心长的话 让孩子们逐渐卸下了心里的包袱 大家都愿意 把自己的心事说给他听 我妈妈她就是 她不会帮我夹菜 因为她知道 如果我不喜欢吃的话 我会反感她 会有点反感 你还反感她 不是 不是这个意思 怎么说呢 就是 请坐 刚刚吴亦凡悄悄地跟我说 有时候 挑食的时候 他会跟他妈妈的降嘴发平息 但现在想想会觉得自己很对不起他 小孩的孩子 有进步 他能够去指导自己 有美容不足 我们要给他妈妈 给他爸爸 不说 让爸爸妈妈们 要能保护 保障自己的孩子 在游学的孩子当中 除了程子欣 程子余 两姐妹 其他人都是独生子女 也都是家里的小太阳 他们习惯了父母和长辈的宠爱 随着年龄的增长 孩子们在与家长相处的时候 有时会比较任性 甚至是出现了逆反心理 听了吴亦凡说的话 老道长并没有批评他 反而很耐心地安慰他 鼓励他 老人家说 其实人是没有实权实买的 家长和孩子之间 难免会有些小矛盾 但是我们不应该光为自己考虑 也要替父母着想 知道自己 哪里是需要改变的 知道以后对父母应该怎么做 心里要怀着一颗感恩的心 现在吴亦凡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我觉得我这么亲我自己的妈妈 我妈妈做什么事都想到我 而我有时候跟她欧情会 我觉得自己特别的最为其他 我觉得我自己以前做好多措施 在家边都不懂事了 好孩子 好孩子 来 我们给 我给你把他给我讲 删住他们以后 好孩子一定不会再欧情 那以后你打算怎么做呢 我一定欧情我很好的话 不会再跟他欧情 好 以后会去 我帮妈妈做一些事 他在去的时候 我能够去规避一下 规避一下 你不要再抵抗 吴亦凡不仅真诚的道歉 而其他的心里话 也引起了大家的共鸣 每个人都在思考着 自己平时对父母的态度 心里似乎都有一些愧疚 刚刚听了贾爷说的这些 你们还有什么想说的呢 陈龙龟 每次我不吃饭的时候 妈妈都帮我盛了 可是我吃了一直觉得不好吃 就把碗直接送了 妈妈打我呢 我要后悔 帮我妈妈 我以后不再生晚了 以后多次谢谢你们家的菜 以后也会帮你们加菜的 谢谢帮妈的 帮我妈妈的照顾 好 我们来给他口味道 像一个男子汉一样 其实心中要有一个感人的心 在太子洞 孩子们感受到了平等的交流 以及更多的理解和包容 老道长得一番教诲 让他们受益匪浅 大家不仅敢于面对自己的问题 而且想要努力的去改正自己的错误 我妈她吵我的时候 我就跟她降嘴 我感觉我 我那时候去了假院 我感觉我特别不对 因为就是她说父母 然后我们都觉得特别对不起 以前还跟父母降嘴 就是不要再跟父母降嘴了 毕竟他们养了你 为了感谢老人家的良苦用心 孩子们准备去采一些她平时爱吃的野菜 回来给她做一顿饭 周春燕联系了她的一位好朋友 王林 带着我们一起上山挖野菜 山里的温度虽然要比山下稍微低一些 但是湿度比较大 不过孩子们的热情都很高 很多采过野菜的小朋友已经开始寻找目标 我看你罗筐里面装的这些是什么菜啊 布布高 这是什么菜 那就是布布高 你手上的音乐 结结膏 就是它 因为一截比一截高 它很形象你看 对一截比一截高 一截比一截高 所以就叫布布高 多吃的东西清色下火 还有下干火的 像比你喝清火药还有好处 我看他们采的好多都是布布高 对 其实如果光把这个看叶子的话 它其实就是一点一点的 看不出来这个要原本的一根采下来 这个比较长一点 看到了吧 很形象就叫布布高 这个野菜要把它根去掉吧 吃的时候 根去掉 因为这两天它有一点点偏老了 所以说你要采那个尖嫩一些 好吃一些 差不多春夏季节的时候多 春夏季节多 冬天它就死掉了 武当山的野菜品种很多 上山挖野菜 也是当地人生活中 都要掌握的一种技能 到家推崇自然的生活方式 山谷中的野菜 是他们必不可少的一种食材 因为这个季节的很多野菜 都有清热解毒的功效 所以特别适合夏天使用 除了布布高之外 还有另外一种很常见的野菜 就是黄金菜 它的叶子你看特别特别像芹菜叶 是吗 你们见过芹菜叶吗 见过 像不像芹菜叶 它没有味道的 这个草主要就是青草 或者开水锅里面捞一下 然后凉拌的 那闻一下味道 可以闻一下 闻一下没味 闻一下其实有一股清香在里面 叶子的清香 但是比这个不是 就是比我们普通的那种叶子的香味 还要再浓一点 对对对 这个凉拌算融得比较好 怎么来分辨呢 就是有尖是吧 不是有尖 你看它叶子 因为芹菜你们都见过 家常菜芹菜都见过 它像芹菜的样子 像你们这随便烤一种 它就不对 你看它的叶子比较圆 没有这之类的 你看它的分一二三四五个叉叉嘛 来我们给你们来对比一下 每个叶子几乎都有五个叉 这种就叫芹菜 但这种呢 这就叫草 就是草 这不一样了 这区别在哪里 你们知道吗 这个有五个叉叉 这个没有 而且这个有鱼 这个味道不太大 这个有味道 你再闻闻 我们在哪儿采 这不一样吧 这个会更香一点 是不是 周春莹告诉我们 老道长最喜欢吃的野菜 叫做苦麻菜 它也是武当山特有的一种野菜 这个就是苦麻菜 来你们用舌头尝一下 舌头尝一下 我尝尝是什么味道 哇 好苦啊 这是比苦瓜的味道还要苦 来王雨萱 你尝一下 你看这根部还流出来那个水 你尝一下 沈和平 这么苦比苦瓜 来做一杯 这样直接可以尝吗 对可以 好苦啊 好舒服啊 这个下火风向可比苦瓜下火风向要好 怪不得叫苦麻菜 因为它真的尝起来 就是比苦瓜那种味道还要苦 是很清苦的那种感觉 对 你平常经常吃这种菜吗 这个鸡有的话就吃凉拌的 凉拌的好像就加太多 好多东西的话也盖不了这个苦味 采好了野菜 告别了热心的王林 我们又回到了太子洞 准备开始给老道长做饭 大家很快一把工作都分配好 沈和平 王雨萱 负责洗野菜 程子怡 程子欣 两姐妹 负责整理日常用品 周一北 程龙辉 熊雨欣 和吴依凡 四个人负责打扫尾声 炒菜的工作就由记者董阳来完成 大家各司其职干的热火朝天 我们顺着组合这些孩子接触下来 发现他们不仅有调皮的一面 还有非常真实非常可爱的一面 老道长的真诚相待让大家十分感动 洗菜和扫地这些最简单的劳动 也是他们发自内心的一种感谢方式 很快大家共同有意的成果 西红柿炒菜花 苦麻菜清汤面就摆上了桌 您尝尝 其实我还是很期待的 不知道你对于我这个手艺的评价是什么样的 真的好吃吗 贾爷您再多吃点 您再评价 这个野菜是有点苦的 嗯 口麻菜 是吧 不得喜欢吃苦 看到老道长发自内心的笑容 孩子们也很高兴 体验道家的生活 让他们有了很大的收获 不仅学会了挖野菜 而且对道家的文化也有了更深的了解 在这些地面上扫地是有一些困难的 因为地方有些土 一扫起来 它有可能又掉到另一个坑里面了 不好扫 不够平整 不平坦的地方怎么办 不平坦的地方就慢慢扫了 平的地方就直接扫过去 然后到那些洞里面 那些小坑里面的 然后就把它弄起来 然后继续扫 就要来扫 那我给说 那就叫修行 这就叫修行 好请 最后呢 你扫过去把它收好 那就叫修行 那刚刚在大家都打倒一张忙碌的时候呢 我再给大家聊天 看到我们家 精心自卑的小饼 谢谢 谢谢 没有看到 谢谢大家 一餐普通的午饭 以此不期而遇的对话 让老道长和孩子们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相信下次大家会带着更多的好消息 来看望这位慈祥的老人家 我们也衷心的祝福这位老道长能够健康长寿 离开太子洞 我们本次在武当山的游学之旅也即将告一段落 虽然和孩子们只相处了短短几天的时间 但是每个人都给设置组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希望他们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当中 都能够表现得更好 取得更大的进步 我是小小饲养员 照顾动物不嫌烦 客服恐惧 亚洲想终成为最好的伙伴 真心付出 帮助小白虎健康成长 耐心对待 心情也能变成好朋友 远方的家暑期特别节目 暑假去游学 动物园奇遇季夏季 敬请期的